在草原的寂静中,雄狮王高昂的吼叫穿越夜空,这不仅是一种声音,更是自然王者对领地、社会结构和生命的多重表达。 首先,雄狮的吼叫是领地的庄重宣言。 通过强有力的吼叫,雄狮向其他雄狮传达着这片土地已经有了主人,这里使他的领地愿意捍卫到最后一刻。 吼叫的强度和频率如同一首领地的交响乐,引领着整个领地的秩序与权威。 其次,吼叫是雄狮之间的社交通讯的完美表达。 通过吼叫,雄狮可以传达个体的状态、情绪和意图。 这种沟通方式帮助雄狮维持社会结构,防范潜在的冲突,使得整个狮群更加有序和稳定。 在秋偶季节,雄狮的吼叫更是成为一场引人注目的秋偶展示。 通过雄狮王雄魂有力的吼叫,它不仅展示了个体的存在,更可能表达出其健康和强壮的特征,吸引雌性狮子的注意,成为繁衍后代的理想伴侣。 此外,吼叫在狮群的协同行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。 作为群体协调的信号,吼叫帮助狮群成员协同行动,无论是进行狩猎、保护领地还是其他社会活动,都离不开这个自然编码的沟通方式。 最后,雄狮的吼叫不仅是一种声音,更是一种震慑潜在威胁的武器。 吼叫的声音威猛而有力,能够让其他猛兽感受到王者的存在,从而阻止潜在的威胁对领地的侵犯。 在这个自然交响乐中,雄狮的吼叫既是力量的宣誓,又是社交的通讯,是爱情的诗篇,更是群体的指挥棒。 这个声音穿越草原,述说着自然王者的故事。